星期六 特朗普避过一粒子弹 今早我起床时在电台听到消息 他的对手拜登 避不过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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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 test positive 现在一边正在开大会 已经第三天了 副总统也出了人名 就说过东西了 那边找了儿子出来 我想他会找老婆出来 那边耳朵贴着白色胶布的沙纸 哇 庆幸足足的高高庆幸的充满能量 但另外这边呢 拜登坏了 test positive 那怎样呢 需要不需要医院呢 或者要睡床呢 或者怎样呢 可能就是伤风感冒的感觉 可以继续正常办公的 那现在只是说拜登买了东西 换句话说 这个新冠病毒呢 在美国呢 连总统都出事 也挺厉害的 所以我希望美国朋友 照顾好自己 这些可以避免就是避免 因为不是好东西 可惜对他不可以产生免疫症 避免之后可以再来 那现在拜登 你们的总统 我们唯有祈祷吧 希望他可以尽快好回 祈祷 祈祷就是说一下 我什么都不做 就叫祈祷了 真正正要帮到他的 要医生 要科学 但是呢 在这情况之下 美国就说 You are in my mind 我记住你的 You are in my prayers 你在我祈祷之中 一样 我们希望拜登 尽快好回 It is in my prayer 在我祈祷之中